第1591集 这是什么地方? 赤霄剑问道,宋书航为什么会知道这地方? 黑童十三室的家,宋书航的原神伏在天空,望着这座建立在山上的城堡,轻声回道。 在这黑龙世界和他因果比较深的,目前只有昆娜女士以及黑童十三室。 前者是盟友加龙洛意志加可能和胖球大佬有点关系的因果,后者是宋书航曾经入梦过的存在。 虽然只入梦到少年时期,但宋书航在入梦的过程中,从对方身上得到了完整的黑龙世界语言模板,加一部完整的冥想法门。 哦,是那个好不容易突破到现世,然后挂掉的黑龙世界少年。 赤霄剑前辈问道,那位少年也是宋书航等人来到黑龙世界的记忌。 宋书航点头,嗯,没错,是他。 那少年已经凉了吧,所以你到这里来干嘛呢? 赤霄剑前辈疑惑起来,宋书航想了想后才缓缓开口。 其实,我是单纯地顺着感觉过来的,我觉得,可能,我的某颗小金丹的点睛之笔的契机会在这里。 这可能是男人的第六感,感觉这里有能让他突破的东西,顺便能了结一段和黑龙十三式的因果。 好吧,接下来你准备干什么? 赤霄剑前辈道。 修士有时候就是这么神神秘秘加神神经经的。 赤霄子有时候也会突然犯神经,实力越高,犯神经的次数就越多。 赤霄子管这叫埋缘,埋因果,赤霄剑则感觉这是病,要治。 我们到处逛逛吧。 宋书航说罢和赤霄剑前辈一起降落到城堡中。 他们降落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城堡上空浮出数层魔法防御结界,这是抵抗邪灵和邪兽入侵的防御。 不过,有赤霄剑在一边守护,这种程度的防御结界,他轻松就能找到破绽, 带着宋书航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城堡内部。 谢谢赤霄剑前辈。 宋书航诚恳道谢。 他很感谢赤霄剑前辈,肯护着他的原神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赤霄剑语气轻松。 举手之劳,回头别忘记给我来几发大宝剑。 没问题,宋书航笑着硬想。 城堡的内部空间很大,不过建筑风格和老族长的龙穴分部落很相似,这应该是龙穴族统一的建筑爱好。 宋书航漫无目的地在城堡里面飘着,原神有一个好处,可以穿墙遁臂,赶路不用绕圈子。 顺着直觉,宋书航的原神最终来到了城堡西南位置的一片草坪处。 草坪位置有一位四岁左右的少年,正手持一杆长矛,脉力地挥舞着。 这少年应该是一位混血儿,他除了手腕处有一圈龙林,眼角有数片龙林外,其余身体部位和黑龙世界的人类无异。 黑乎乎的瘦弱少年,吃力地挥舞着一杆长矛,总会让人忍不住想起可怜的童工之类的存在。 宋书航的原神停了下来,他望着这位黑乎乎的瘦弱少年,心中不由涌上一种亲近质感。 没错了,因果就在他的身上。 宋书航眼睛一亮。 这种亲近质感应该是他入梦了黑童十三世的后遗症,就像是他入梦了李天肃道长的人生后,就对李殷竹产生了类似父亲的情绪一样。 这少年是谁啊? 赤霄剑问道。 宋书航捏着瞎巴想了想,才讲出自己的猜测。 应该是那位黑童十三世的儿子之类的吧。 黑童十三世虽然被称为是龙血族年轻一辈战士中的最强者,但也有五级的实力。 真是年龄应该不小了,有个儿子之类的也很正常。 这位可能是黑童十四世啊。 一般来说,能让他不由产生亲近质感的都是血亲。 黑童十三世是纯血的龙血族成员,而眼前这位是混血儿。 所以正常推测的话,这瘦弱少年是他儿子的几率会比较大,除非他爸爸或妈妈又另婚了,给他生了个愚蠢的弟弟。 然后呢,你要接触这少年吗? 赤霄剑前辈问道。 宋书航想了想,我想先观察一下再决定。 草坪上,少年一板一眼地挥动着长矛,汗如雨下,但他看上去显然没有用矛的天赋,动作僵硬,完全不知变通。 每一招都给人一种不连贯,衔接不上的感觉,看着很难受。 哎呀,感觉就像是我在练剑一样。 我想,他应该尝试换一种武器。 宋书航的,赤霄剑和他意见不同。 不是武器的问题,你仔细观察他的动作,就能感觉出异样。 他不是不适合长矛,他只是单纯地比较笨。 那不是很糟糕? 宋书航不觉忧心,赤霄剑的。 别担心,不适合练武在黑龙世界问题不大。 别忘记了,这里是魔法世界,而且施法的过程是傻瓜似的。 说不定,他在魔法方面很有天赋,上天在某些方面微妙得很公平。 他在夺走人的一种天赋后,说不定会赐下另一种隐藏的天赋。 有些呆子,却能够画出精妙绝伦的画作,有些无法用剑的,却拥有盖世级的刀法天赋。 嗯,也对,在黑龙世界,混血儿一般都是天赋。 宋书航点头,就像他和李音竹被误认为是珍贵的混血种后,就马上享受到了天赋级别的待遇。 正说话间,远处有一对身影向草坪处靠近。 男的是一位龙血族的纯血成员,身上长满了黑铃,她是黑童十三世的父亲,和宋书航入梦时看到的模样相似。 女性却是一位身材很棒的黑龙世界人类,她的五官和练长矛的少年有几分相似,应该是母亲或姐姐。 赤童,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吧。 那位人类女子温柔开口,看样子,赤童就是黑兽少年的名字。 不是黑童十四世? 难道黑童加数字的名字,要像苏十二十六的名字一样,必须得到足里承认并进行仪式后才能继承吗? 不对,她记忆中,黑童十三世很小时候就确定了名字,并没有进行仪式什么呢。 再联系站在边上的黑童十三世父亲,所以,这瘦弱的黑少年可能是黑童十三世的弟弟。 少年赤童收招,重新扛起长矛,小跑着来到女子身边。 妈妈,有哥哥的消息了吗? 那位人类女子微微摇了摇头。 三世还没有,不过别担心,你黑童哥哥很强的,肯定不会出事。 而且,他这次出门再两个多月,以前,他出门的时候半年回,自信都很正常。 宋书航觉得有点打脸,还真是黑童十三世愚蠢的弟弟啊。 先休息一下,爸爸带来了你最喜欢的赤筒,吃饱了才有力气修炼,未来才能赶上你哥哥。 边上的黑童爸爸端出来一个小筒,放到桌子上。 赤筒很开心地跑了过去,接过小筒。 谢谢爸爸。 喜欢吃赤筒的赤筒? 爸爸,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去神殿获取属于我的魔力终端? 赤筒边吃边问。 黑童爸爸大手微微一僵,但他马上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 等你的冥想法再精进一点就可以了,你还要更加努力地修炼才行啊。 嗯,我一定会成功的。 赤筒信心十足。 黑童爸爸暗暗叹了口气,抬头望天。 在他边上的人类妈妈同样抬头,望天,微微叹气。 宋书航也不由跟着他们叹了口气。 好了,这两位丰富的表情已经告诉他答案了。 黑童十三世的弟弟赤筒在魔法上恐怕也没有任何的天赋。 说好了混血种都是天才呢,这位赤筒的天赋又隐藏在了什么地方呢? 他的天赋是赤赤筒吗? 赤筒吃饱喝足,又坐在爸妈身边休息了一会儿后,再次精神饱满地扛起自己的长毛,跑过去努力修炼。 黑童爸爸和人类妈妈还有很多事物要处理,租了一会儿后就准备离开。 赤筒,注意休息,不要累着自己。 黑童爸爸临走前千叮万处,赤筒用力点头。 嗯,放心爸爸,我再练两百遍就休息。 黑童爸爸的手又是微微一僵,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带着妻子快步离开。 大儿子是纯血的龙血族,是部落年轻一辈的最强天才。 小儿子是珍贵的混血族,却在修炼上毫无天赋,偏偏又如此刻苦。 他每天拼命地修炼,却没有一点效果。 自己三年前教导他的基础长毛法,他每天都要练上好几百次, 但现在用起来还是这个样,一朝一世间完全不连贯,动作衔接不上。 都说付出才有收获,但自己小儿子却是光付出没任何收获,黑童爸爸好心疼。 比任何人都努力,却没有丝毫收获的笨蛋,才更让人心疼。 都说混血种是绝世天才,自己儿子的天赋到底点在什么上了呢? 难道他的天赋是吃赤筒吗? 黑童爸爸望了眼自己手中的小筒。 赤筒吃赤筒,连骨头都不吐的,特别厉害啊。 唉,我家的笨儿子还有救吗? 草坪上,又只留下赤筒一个人,虽然他现在看起来瘦弱得跟四岁孩童一样,但其实他今年,唉,已经九岁了。 他一遍又一遍地挥舞着长毛,汗如雨下。 两百遍后,他用力地将长毛插在地面上,然后身体轰然倒地。 我果然是个笨蛋,对吧? 赤筒一动不动地仰躺在地面上,眼睛定定地望着天空。 原来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笨蛋啊。 宋书航还以为少年太单纯了,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笨蛋这一点。 宋书航默默关注着赤筒的同时,在他的功德钻球金单构图上,讲法圣人的眼睛缓缓睁开。 第1592集 等一下,赤筒还是个孩子。 宋书航感应到自己功德金钻上,圣人的眼睛缓缓睁开,心里顿时有些慌。 强者鉴定术太霸道了,会给这孩子人生留下心理阴影的。 诶,不对,这又不是真的儒家圣人,而只是自己金单构图的一部分,又不能从金单构图上蹦出来。 所以发射怀孕凝视之类的是不可能的事啊。 想到这里,宋书航松了口气。 金单构图上的圣人也没有强者鉴定术,他只是通过宋书航的元神摇摇锁定少年赤童。 难道,金单构图点进最后一笔的契机,就在这少年身上? 又或者,这少年虽然没有武器天赋,也没有魔法天赋,却是个天生的儒者,所以引起了我金单构图上圣人图案的共鸣吗? 宋书航心中暗道,若真是如此的话,就让人羡慕了。 儒家的画风可是很棒的。 就在他思索之际,金单构图上儒家圣人的眼睛又闭上了,取消了对这位少年的关注。 啊?就这么取关了? 难道,连传说中的有教无类,开创了儒家一脉的圣人,都拿这笨蛋没办法吗? 这少年,可能真的是没救了。 这时,草坪上的少年赤童擦了擦汗水和泪水,又用力地坐了起来。 时间还早,再练一百遍吧。 他惊声道。 虽然知道自己很愚拙,但他没有放弃,这么多年他都坚持下来了,他还能坚持更久。 刹那间,宋书航都有点心疼起这孩子。 可惜现在本体不在,否则凭着儒家圣人之言,或许能看出这孩子有没有隐藏天赋,擅长哪方面的修炼体系。 宋书航心中暗道,想到这里,他又转而望向赤肖剑前辈。 哦,对了,赤肖剑前辈,你能不能看出这位少年有什么特殊的天赋? 怎么说,赤肖剑也是长生者神兵,眼界很高的,说不定能看出少年的特殊之处。 嗯,我能看出来这位叫赤童的少年。 吃起赤童来不吐骨头,这是一种很厉害的天赋。 他吃起鸡来,会比普通人快好几倍啊。 赤肖剑前辈回答的一本正经,宋书航直觉无语。 怎么样,想要接触一下这位少年吗? 赤肖剑前辈问道,宋书航叹了口气。 唉,总感觉会很麻烦,这少年的愚笨很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话虽如此,他的原神还是缓缓地从空中降落,飘到少年的身边。 普通人是看不到原神的,就算是修饰,在无品以下时也都无法察觉到原神的存在。 而有赤肖剑前辈护体的宋书航原神,只要不主动现身,恐怕连八品玄圣也感应不到他的存在。 原神出窍,真的是个不错的技能。 宋书航出现在赤童少年身边后,将原神显现出来。 赤童施展的毛发正好一个回旋甩毛的动作。 刷的一下,长毛从宋书航原神的身体中横扫着穿透过去。 这时的赤童才发现自己的身后竟然站着一道身影。 他吓了一跳,抓起长毛纵身一跃,摆出攻击的架势。 什么人? 不用紧张。 宋书航露出一个温暖人心的微笑,用黑龙世界的语言柔和出声。 我只是一位路过此地的路人。 他这张人畜无害的脸,有时候还是蛮有用的。 初次见面时,总是能给人留下一个类似好人的印象。 但这次,宋书航刷脸失败,赤童更加紧张,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了。 他紧紧握着长毛,死死盯着宋书航。 只要宋书航稍有动作,他就会提毛,用力捅过去。 宋书航轻轻退后一步,摆了摆手,展示着自己的无害。 我看你练习长毛很久,但感觉…… 我知道,我没有一点的天赋。 赤童抢先开口,宋书航暗暗叹气。 唉,宋,总是被抢台词。 书航。 造化先子和功德舍美人讲的台词也就算了, 这位笨蛋的黑童弟竟然也抢他的台词。 你有没有兴趣换种武器,比如改毛为刀? 宋书航试探着问道。 赤童剑前辈说过,这少年并不是不适合长毛, 只是单纯的天生比较笨。 就算给他换成剑啊,棍啊,刀啊,效果可能都差不多。 但毕竟宋书航自己擅长的是刀, 若真要指点这少年的话,最好还是从刀入手。 反正无论什么武器,对赤童来说都一样, 那不如就选宋书航自己最擅长的呀。 不,我只要修炼长毛,赤童说得认真。 其实不论什么武器,对我来说都一样, 但是长毛至少我修炼了好几年, 而且,未来我想成为像哥哥一样的战斗法师, 长毛是比较适合战斗法师的武器。 宋书航长长地叹了口气, 长毛这东西他也不会玩啊, 在他记忆中唯一和长毛有关的强力技能, 恐怕就是前不久在他腰子上戳下一枪的骨忧意志枪法, 黑龙名为明英嘎破的因果之枪。 这招枪法已经被赤竖剑前辈记录下来, 并在破解转化为刀法的过程中。 赤竖剑前辈, 你的那招明英嘎破之枪要如何施展, 还有记录吗? 宋书航转头询问。 别做梦了, 那招枪法至少也要六瓶以上的实力才能施展, 而且还要对英国有着非常深的了解和领悟。 赤竖剑前辈回道, 眼前这位赤童少年连基础枪法练了这么久都没掌握, 那种高深的枪法恐怕他学一辈子都学不到皮毛。 唉, 上脑筋了。 宋书航继续打量这瘦小的少年, 赤童没有惊叫, 没有向人求救, 只是警惕地望着宋书航, 可能是他能感应得到宋书航没有恶意, 又或者他只是单纯地没有想到求教这种操作。 看样子, 只有用最后一种办法试一试了。 宋书航道, 不知道原神出窍模式能不能施展鉴定秘法。 赤童, 赤童,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过来, 让我给你鉴定一下。 宋书航望向赤童诚恳微笑。 不要, 赤童摇了摇头, 传说中的恶魔都是这么诱惑人的, 我不会配合你的。 想知道你哥哥黑童十三世去哪儿了吗? 宋书航微微一笑, 他感觉赤童会上钩。 想! 赤童用力点头, 宋书航道, 过来, 让我鉴定你一下, 我就告诉你, 你哥哥前往何方了? 赤童见暗暗吐槽。 宋书航的这段台词真的是太糟糕了, 不知情的人听到这台词, 一定会以为他在犯罪。 好! 赤童将长矛往地上一插, 屁颠屁颠地跑到宋书航的身边, 真的是个很单纯的笨蛋。 宋书航的原神伸出手来, 在瘦小的少年头上用力地揉了揉。 赤童也不反抗, 任由宋书航揉搓他的头发。 片刻后, 宋书航伸手摘去手套, 将手掌按在赤童的身上, 尝试着激活鉴定秘法。 施展鉴定秘法成功了。 远在赤龙洞的宋书航分身身上, 凭空多了数道伤口。 造化仙子转身, 甩手刷了两道治愈术, 片刻后, 宋书航分身的伤口恢复如初。 代价付出后, 鉴定的结果反馈到宋书航的意识。 赤童, 九岁, 龙血族和人类的混血儿, 黑童十二世和人类女子生下的孩子, 仰慕并尊敬自己那位天才的哥哥。 武技天赋极差, 魔法清和力极差, 悟性极差, 身体成长度极差。 这个号废了, 建议重新注册新账号。 这孩子有九岁了? 宋书航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瘦弱的小男孩, 这家伙完全只有四岁孩童大小啊。 武技, 魔法清和力, 悟性都极差, 鉴定密法反馈的结果还真没说错, 这个号真的算是废了。 有救吗? 有解决的办法吗? 宋书航继续催动鉴定密法, 试图获得更多的信息。 可能是因为受入梦黑童十三世的影响, 所以他对赤童有这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如果他有能力帮助这个小家伙, 就一定会出手。 如果自己没有帮忙的能力, 那当然就没招了, 毕竟他又不是无所不能的神。 鉴定密法没有反馈更多的信息。 这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赤童这笨蛋真的是没救了, 只有告辞, 另一种可能是鉴定密法暂时也鉴定不出方法来, 宋书航的权限和实力还不够。 权限不足的事以前也发生过, 鉴定密法也不是万能的。 好了吗? 赤童眨了眨眼睛。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哥哥去哪儿了吗? 当然, 宋书航戴上手套, 他前往县市去了。 县市? 那是什么地方? 在黑龙世界的哪一个位置? 赤童疑惑询问。 宋书航摇了摇头。 不在黑龙世界, 而是在另一个更辽阔, 更庞大的世界, 是离开了黑龙世界后的其他世界。 赤童瞪大了眼睛, 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够理解宋书航话中的意思。 我有一套打铁的技能, 其名为钢手。 宋书航突然诱到。 这套技能入门并不复杂, 然后你只需要每天反复地修炼, 或许会有所成就。 你要学着试试吗? 我想成为战斗法师。 赤童认真的。 宋书航心下无奈, 这家伙不仅笨, 还狠认死理啊。 但是, 如果能让我变得更强, 我想学, 赤童又补充, 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第1593集。 宋书航问。 代价? 不错嘛, 这小家伙有点觉悟, 这也符合九州一号群有付出 才有回报的原则。 不过, 这小家伙又能付出什么东西呢? 刚手这技能, 是能一直用到无品后级的技能。 如果有机会找到灭凤前辈, 让他来启发碎裂一地变成液体, 还有几率引发刚手变异, 成为像我现在的刚全身。 代价低了, 感觉无形中降低了他的档次。 代价高了, 又感觉这小家伙付不起啊。 生脑筋。 唉, 看来想当个随身老爷爷也需要技术, 三百六十五行, 行行都有自己的敲门呢。 那么, 就将你身上最争, 不, 第三珍贵的宝物作为代价吧。 宋书航思索片刻后, 才斟酌着开口。 三是个很不错的数字, 深受中国人喜欢, 比如, 三生有幸, 入木三分, 约法三章, 三人行必有我师, 又比如, 浪不过三。 而且第三珍贵的东西, 既不会显得太珍贵, 也不会显得太掉价, 很合适。 嗯, 我明白了, 赤童用力地点头, 然后从自己的口袋中摸出了一只小袋子。 这是妈妈给我的护身香袋, 是我身上第三珍贵的东西。 宋书航伸手接了过来, 这东西怎么看都是一只香囊, 用打铁神迹钢手换一枚, 不对, 这是一包充满着母爱的护身符啊。 好吧, 护身符就护身符吧, 毕竟他袁神出窍千里迢迢赶到这里, 不是为了这代价而来, 而是为了了结因果 以及寻找突破晋级画龙点睛的企迹。 宋书航的袁神接过了这包护身符, 准确来说, 袁神是调用灵力, 轻轻拖住这包护身符。 接过这包护身符的同时, 宋书航顺手就是一发剑定一发扔了上去, 远在赤龙洞闭关的分身肉体 再次远程付款, 用自己的身体支付了 鉴定秘法的代价。 护身符香囊, 里面装着能令佩戴者强身健体的龙骨粉末, 长期佩戴能微弱地增强佩戴者的体质。 唉,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可惜, 这枚护身符香囊对赤童几乎没什么效果。 正思索间, 又一道信息传递到宋书航的脑海。 龙骨粉末, 可作为原神凝形的凭借物, 令修饰的原神在短时间内凝聚出肉身的效果, 每次使用会消耗一定量的龙骨粉末。 宋书航的, 唉, 还有这种效果? 哦, 是龙骨粉末呀, 溜瓶以下的时候可以用着玩吧, 这东西是用伪龙的骨粉制作而成的。 赤章剑前辈也瞄了一眼宋书航手中的香能, 宋书航抬头望天, 赤章剑前辈只是隔着香能瞄了一眼就能看出这东西的来历, 那我刚才还用个啥的鉴定秘法, 分身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大家一收到, 那接下来是时候教导你钢手了。 虽然是一个入门级的脆体功法, 但事实上这技能一直可以用到五级。 宋书航板着脸, 语气严肃。 等一下先生, 我突然又想到一件事, 少年赤童突然又后退几步, 重新将自己的长毛从地上拔出。 怎么了? 宋书航目带疑惑地望着他。 先生, 在你教导我之前, 你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强大, 赤童认真的, 万一你是骗子怎么办? 我…… 宋书航无语。 确认我是不是骗子这种事, 不是应该在交易之前确定的吗? 我……我刚才突然想到的。 少年赤童的。 要不先生你先将香囊还给我。 宋书航抬头望天, 不要被笨蛋带了节奏, 会降智的。 你想要我怎么证明自己的强大呢? 宋书航面带微笑地望向他。 打赢我, 赤童的目光里满是认真。 宋书航驱直轻轻一弹, 一丝灵力被调动起来, 弹在赤童身上。 呃…… 啊…… 赤童被弹飞出去, 在草地上翻滚, 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 宋书航对灵力掌控得很好, 用的是柔镜, 赤童看上去狼狈, 但实际上并不会受伤。 啊……先生, 这是第几号的法术。 赤童从地上爬起, 拍了拍身上的草屑, 一脸羡慕。 不是法术啊, 是灵力。 宋书航轻笑, 赤童想了想, 嗯…… 灵力能让我成为战斗法师吗? 宋书航咬牙点头, 能。 修饰战斗本来就是法术神通加武技身法, 虽然战斗法术方面, 宋书航自己只会掌心雷和引雷术, 但他有教科书在, 赵本宣科他还是会的。 那先生,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灵力? 赤童满眼期盼, 宋书航双手赋于身后。 修行一路, 需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百日筑击, 一品月龙门, 之后才能凝聚真气, 施展法术, 不可好高无远。 而且以少年赤童的体质, 天知道他能不能筑击成功呢。 我用心教, 你尽力学, 别多问, 别多想, 脚踏实地, 一步步来。 赤童用力点头, 嗯, 是, 先生。 末了他又问道, 先生, 您和我一样是混血种类吗? 不, 我不是混血, 宋书航的。 哦, 赤童点了点头, 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兴致, 不再发问。 刚手是二品脆体功法, 乃是一门打铁神技, 二品时才可以正式修炼。 另外, 刚手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前置基础拳法, 供一品修饰助击修炼时所需。 一旦修炼有成后, 可以无缝连接二品刚手技能。 宋书航现在要知道赤童修炼的, 就是刚手的前置基础拳法。 这套基础拳法并不复杂, 比宋书航当初修炼的基础金刚拳法要简单数倍, 主攻手腕的力量。 宋书航首先将这套基础拳法拆分为四节, 一节节地指导赤童。 第一节教导完后, 赤童在边上开始一板一眼地练习起来, 哇, 惨不忍睹啊。 明明是一套很流畅的基础拳法招式, 在赤童手中硬是练出了卡顿的效果, 就跟人们看视频网络不好一样, 流畅的画面不时地缓冲, 卡顿令人捉急。 宋书航叹了口气。 怎么样, 真正知道弟子从零开始修炼, 有何感受啊? 赤童见笑呵呵地浮在虚空中, 悠哉地围着宋书航打转。 宋书航虽然收了两位弟子, 但是楚楚和小彩拜师时都是自带等级的, 不是零级星号。 唉, 走一步算一步吧, 拳法招式方面, 只要多修炼几套, 赤童至少也能记住架势, 但是拳法口诀方面就有些困难了。 宋书航道, 拳法口诀是中文的, 宋书航虽然有能力将它翻译成黑龙世界语言, 但口诀重要的是读音, 就像是咒文一样, 每一个音节都会牵引天地灵力, 从而起到脆体强化的作用。 若是翻译成黑龙世界的语言, 就没有这效果了。 不知道赤童有没有学外语的天赋呢? 你准备一直这么教导下去吗? 赤肖剑旋转了一圈后, 平静出声。 恕我直言, 你要是再和这小家伙耗下去, 别说是三十天内晋升六品, 给你三十年都没戏。 这小家伙在修炼方面的天赋, 笨得让人心疼, 一套基础拳法都能打出网络连接不稳定的效果, 天知道他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脆体。 而宋书航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三十天内, 如果他没有晋升六品, 本体就得在八进九天节世界中化为飞灰。 所以, 我得想个办法。 宋书航低声道, 赤肖剑旋转健身, 继续转圈。 你不会是想传功吧? 我又不是天涯子道长, 而且这小家伙连脆体都没完成, 体质弱得可以, 我随便传达一点功力, 他可就暴体了。 宋书航说罢, 掀起自己的衣服露出腰部。 五品修饰元神出窍后, 一般都是光溜溜的, 不过只要修饰心有所想, 就能让元神身上投影出衣物服饰了。 此时, 宋书航的元神衣着, 就和闭关的分身保持一致。 干嘛, 让我看你的七彩大腰子。 赤肖剑前辈停了下来。 七彩大腰子有什么好看的, 我想说的是这个。 宋书航指了指自己腰部的立体葫芦娃印记。 白仙辈亲手设计的学霸系统, 学渣们梦寐以求的好东西。 有了他,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学习成绩不好了。 赤肖剑明白过来。 你是想让白道友设计一枚学霸系统, 用来教导这少年修炼? 宋书航点头。 嗯, 对, 只需要将刚手的前置基础拳法, 拳法口诀放进去即可。 冥想法方面, 黑龙世界本身的冥想法更适合的。 然后再将一品进生二品的相关知识整理出来, 放入到学霸系统内。 到时候, 只要赤童认真学习刻苦修炼, 至少也能修炼到一品境界。 至于配合修炼的脆体液, 黑龙世界应该有可以替代的魔法药剂, 真不行的话, 宋书航也可以自己出手, 炼制简单的脆体液, 他还是有把握的。 天色渐暗, 黑龙世界的一天又要度过, 宋书航好不容易将基础拳法的招式全部教导完毕。 这套拳法招式, 你先再熟练几遍, 然后早点休息。 明天呢, 我给你带一个好东西过来。 宋书航出声的, 赤童想了想后, 认真点头。 嗯, 好的先生, 明天见, 明天这位神秘的大叔还会来吗? 第1594集。 那么, 明天见。 宋书航揉了揉赤童的脑袋, 原神进入隐形状态, 和赤肖剑一起回归赤龙洞。 赤童呆呆地望着宋书航消失不见的位置。 是错觉吗? 他轻声道, 有那么刹那, 他仿佛感觉是哥哥黑童十三世在揉他的脑袋。 回想起来, 其实从这位先生开始教导他拳法之时起, 他就不时地感觉像是哥哥在指导他修炼一样。 有时候, 笨蛋的直觉比正常人更加灵敏。 赤龙洞, 宋书航的原神和赤肖剑前辈的剑灵同时回归。 分身的肉身仍然盘腿而坐, 维持着修炼状态, 三十三首先天仪气功缓缓地运转。 赤肖剑的剑灵回归剑身, 宋书航却没有马上回去, 而是先飘到白前辈分身边上。 反正分身维持着自动修炼状态跟挂机一样, 他的原神正好和白前辈商量点事。 白前辈, 醒醒。 宋书航的原神轻声呼唤, 白前辈分身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哦, 是书航的原神呢? 回来了? 是的, 白前辈, 宋书航的原神盘腿伏在白前辈身边, 白前辈分身有气无力地开口。 有什么收获吗? 哦, 我应该找到了功德金钻金单构图点睛的契机, 不过, 我需要白前辈协助。 宋书航道, 白前辈分身认真地想了想。 困, 朝想睡, 撑不住了。 宋书航抓了抓头, 上回白前辈分身是少了条被单, 只需要给她送条被单她就能满足, 那这次她缺少什么呢? 是不是少张床呢? 不对啊, 白前辈可以直接悬浮在空中睡觉, 根本用不着床啊。 哎, 对了, 会不会是白前辈头发太长了, 浮在空中睡觉时, 头发垂挂下来太重了? 要不要给白前辈扎个利索点的发型呢? 不对不对, 上回宇柔子搞的白前辈表情包事件, 就是因为给白前辈扎发型后惹的祸, 关于白前辈的头发还是不要乱来比较好。 白前辈分身打了个哈欠, 漂亮的眸子仿佛再也撑不住, 慢慢地合上。 不行, 白前辈又要睡过去了。 正思索间, 下方的赤销剑前辈叫道, 说好, 还在空中飘着干嘛, 回来给我来两发养刀术啊。 说好了, 回来就送他大宝剑的。 哦, 马上就来。 宋术航一边思索着, 一边元神归位, 他伸手按在赤销剑前辈身上, 一连两发养刀术送出去。 啊, 舒服, 浑身舒畅, 感觉疲惫瞬间一扫而空, 精神十足啊。 赤销剑前辈满意极了, 养刀术他最喜欢了。 疲惫一扫而空, 精神十足啊。 赤销剑前辈话中的这几个词, 让宋术航眼睛一亮, 他抬头望向白前辈的分身, 白前辈分身现在的状态是, 困, 很累, 超想睡一觉。 所以, 宋术航的脑子里浮上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一直在想, 养刀术说不定对任何法器都有效, 不仅是刀啊, 剑啊, 盾啊, 枪啊, 盔甲啊, 说不定都能接受养刀术, 甚至, 连无形刀骨都可以承受养刀术。 既然无形刀骨归类于生灵系列, 诶, 或许, 养刀术对人也有效。 宋术航不仅有大胆的想法, 他还有一颗将大胆想法转化为实践的大心脏。 想法不去实践, 这就都是空谈。 在那颗蠢蠢欲动大心脏带来的冲动下, 宋术航起身, 脚踏黑帘来到白前辈分身的身边,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将手腕在白前辈分身的身上, 白前辈分身缓缓睁开眼睛, 懒洋洋地望了他一眼, 又缓缓地闭上眼睛。 就是现在, 宋术航心中暗道, 然后他一发仰刀术就手滑了出去, 仰刀术落在白前辈分身身上。 宋术航自我感觉, 就和用在无形刀骨上有点类似, 白前辈的分身还真的就接受了仰刀术。 不过能接受并不代表仰刀术就一定有效, 宋术航有些紧张又有些期待地望着白前辈分身。 白前辈分身这次连眼睛都懒得睁开, 似乎没有效果, 但也有种可能是因为荡量不够, 而且白前辈分身既然没有不良反应, 至少证明这仰刀术对他无害。 想到这里, 宋术航的手不受控制, 又手滑了两发仰刀术。 片刻后, 见白前辈分身还没有反应, 宋术航又手滑了更多发的仰刀术。 一直当他手滑了经十二发仰刀术之后, 白前辈分身终于忍不住睁开了眼睛。 分身的眼睛笔直地盯着宋术航, 一眨不眨压迫力十足。 宋术航甘笑了声, 缩回自己不断手滑的双手。 你赢了, 白前辈分身拉着被子从虚空中做起。 托你这莫名其妙法术的福, 现在的我竟然感觉到精神饱满的步行, 完全睡不着了。 千贵, 你有空学这种奇怪的法术,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去学习下天师雷法? 好歹你还是雷火双属性的体质。 事实证明, 养刀术的本名绝对不是养刀术, 它对分身都有效, 不过对本体有没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 因为分身的存在和构造和本尊还是有区别的。 需要我帮什么忙, 趁着我现在精神饱满, 赶紧说。 白前辈分身道, 宋术航飞快道。 白前辈, 我需要一个学霸系统, 里面内置一篇刚手的修炼法, 以及刚手的前置基础权法口诀, 这些招式修炼, 如果可以的话, 再内置一项中文学习课程就更好了。 将刚手功法交给我, 白前辈分身无奈地望着他, 宋术航飞快地将整篇刚手的功法背诵了一遍。 只要内置刚手, 不需要其他吗? 白前辈又问, 宋术航想了想, 又试探着开口, 可以的话, 再内置一个掌心雷? 白前辈修改版的掌心雷, 一品境界就可以使用, 而且威力很棒。 那就在内置个掌心雷, 设为需要积分购买, 收客老师的形象就定为你的模样。 那惩罚方面呢? 白前辈又问道, 学霸系统中有奖励也有惩罚, 呃, 就雷击吧, 我感觉雷击不错, 能提升人们对痛苦的忍耐。 宋术航道, 忍耐痛苦也是修炼的一部分, 既能提升修士的意志, 又能提升修士的战斗力。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在学会打人之前, 要先学会被人打。 学霸系统的图标要什么? 白前辈分身又询问, 呃, 那就枪吧, 最好霸气点。 宋术航道, 他自己已经吃了大亏, 学霸系统那个立体葫芦娃图案好伤肝呢, 那么至少给赤童争取一下, 让他的学霸系统图标能符合他的心意。 那少年既然喜欢长矛, 梦想着成为战斗法师, 那将图标设为枪的模样, 他一定会很喜欢吧。 好了, 搞定。 白前辈分身递上一枚符文, 上面就附带着学霸系统。 谢谢白前辈, 宋术航接过符文。 一个加特林机枪印记的学霸系统符文, 闪闪发亮。 没毛病, 试枪没错, 而且也够霸气。 不满意, 白前辈分身挑了挑眉头。 哪能呢, 非常满意, 三十二个赞。 宋术航赶紧挑起大拇指。 没事就不要再打扰我。 另外, 你之前看了半天就没看出来我缺少什么吗? 白前辈分身吐槽道, 我缺个枕头啊。 宋术航有些不解, 但白前辈您不是漂浮在空中吗? 所以啊, 我缺少一个会浮空的枕头。 白前辈分身重新抓起被单盖上, 又打了个哈欠。 接下来好好闭关修炼, 没事别打扰我。 制作学霸系统正好将他刚才过多的精力消耗完毕, 困意涌上, 能美美地睡个好觉。 宋术航捏着这枚学霸系统, 回到自己闭关打坐的地方。 赤霄剑重新横在他膝盖上, 造化仙子也重新调整了位置, 两人背靠背维持着修炼姿势。 赤霄剑前辈, 明天又得麻烦你护送我的元神了。 宋术航说吧, 顺手又是一发仰刀树送上。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赤霄剑前辈道, 外面天色彻底黑暗下来, 一天结束。 次日, 宋术航先是给赤霄剑前辈来了一发仰刀树, 召唤他起床。 接着他自身的元神精精一跃, 从分身肉体中跃出。 一夜的打坐修炼下来, 宋术航感觉收获良多。 随着从本体钢铁化身处不断传递过来的领悟和灵感碎片, 宋术航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第一小金丹和核心反应炉的金丹构图已经达到了点睛的边缘。 最多到今晚应该就能顺利为两颗小金丹点睛。 必死关果然是提升实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赤霄剑的剑铃护着宋术航的元神熟练地往赤铜少年的位置闪烁而去。 依旧是那座城堡和草坪,赤铜的长矛插于地面, 此时的他正在刻苦地练习着钢手的基础拳法架势。 感觉上,嘿,比昨天似乎稍稍好了一点点。 或许比起长矛来,他在拳法上稍稍有点天赋? 随后宋术航的元神降临到他身上显现出了。 先生,您来了! 赤铜看到宋术航后心息起来。 大叔没有骗他,真的诱了。 第1595集 先生,你感觉我今天练得怎么样? 赤铜开心地迎了上去, 他感觉自己应该稍稍有进步, 比昨天要流畅了一点。 哦,有点进步。 宋术航微笑点头。 收到宋术航的夸奖后, 赤铜露出开心的笑容。 哦,对了, 今天送你一件好礼物。 宋术航的元神托出那张符文, 赤铜疑惑眨眼。 啊,什么礼物啊? 这件礼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称呼它为神器也不为过。 宋术航一本正经地介绍起来, 学术航们梦寐以求的神器, 传说中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学习的至宝。 神,神器? 赤铜瞪大眼睛退后了一步。 可是先生, 神器的代价我付不起。 注意我的话, 我说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神器, 不代表它本身就是神器。 另外, 这东西是我送给你的。 宋术航伸手一滑, 灵力拖着这张符文, 轻飘飘地落在赤铜的手中。 赤铜小小地松了口气, 接过符文, 然后望着上面印着的加特林机枪图案, 好奇问道。 先生,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枪。 宋术航肯定回答。 赤铜抬头, 黑乎乎的眼睛用力盯着宋术航。 先生, 你可别胡我, 这怎么可能是枪? 这是另一种枪, 和你理解中的枪略有不同, 但同样威力强大, 是杀戮的利器。 别管那么多了, 你将这符文反扣过来, 唠到自己的身体上, 任何位置都可以, 宋术航道。 唠, 唠到身体上, 任何位置? 赤铜烦恼地抓了抓头, 这种任何位置反而难住他了, 到底要落到什么地方效果才最好呢? 想了想后, 他抬头望向宋术航。 先生, 你也印过这样的神器吗? 宋术航点头。 嗯。 那, 先生, 你印在哪? 赤铜飞快问道。 他虽然有点笨, 但他知道有些东西, 如果自己无法决定的话, 那就模仿成功的前人, 一般准没错。 宋术航翻了个白眼, 屁股上。 赤铜点了点头, 然后就开始脱裤子。 你快给我住手! 宋术航急忙制止。 笨蛋, 你随便印到身体什么部位都行了, 手臂上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嘛。 天空中, 赤铜剑前辈已经笑到抽搐, 这要是他本尊在, 肯定要发出一阵悦耳的剑鸣声。 哦, 赤铜乖乖地点了点头, 然后将符纹反扣到自己的手臂上。 加特林机枪的图案, 唠叨了他左臂, 闪闪发亮。 叮咚, 超级学霸系统激活中。 系统解压开始, 百分之一, 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百。 系统解压完成, 开始安装超级学霸系统, 请耐心等候。 期间还有轰隆隆的雷声大作, 仿佛是配音一样, 有种史诗般的气势。 不, 不好了, 先生, 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响, 但, 但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赤铜紧张地叫了起来。 不用担心, 那是超级学霸系统正在安装的过程, 等安装完成后, 就会切换成黑龙世界语言的。 宋说行平静地安慰着他, 赤铜文言松了口气。 超级学霸系统安装完成, 是否进入学习模式, 这句话已经转化为了黑龙世界的语言。 先生, 那个声音提示我要不要进入学习模式, 赤铜出声道。 你选择是的选项, 宋说行嘴角上扬, 有些美好的东西需要代代相传, 比如享受电击的痛苦。 赤铜点了点头, 选择了式的选项, 随后有两扇华丽的青铜大门出现在他眼前。 两扇大门充满着远古的气息, 其上刻画着无数赤铜看不懂的符文, 一看就感觉超级厉害。 不愧是被先生称为是神器的东西, 虽然看不懂, 但感觉好厉害啊。 赤铜心中暗道, 正当他思索之际, 他的意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殿堂空间, 随后一位由雷电组成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 雷电男子的面容栩栩如生, 看上去有点眼熟。 诶, 这不是年轻版的先生吗? 赤铜心中暗道。 年轻版的先生看上去面貌和善, 就是有点普通, 身上少了点沧桑之感, 还是现在的先生更加有气质? 首先,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刚手的基础拳法篇, 从头到尾跟着我练一次。 雷电组成的宋书航平静道。 是, 先生。 赤铜大声回道。 虽然已经基本掌握了刚手基础拳法的动作, 但他感觉自己还需要跟着先生再多学几次, 加深自己对基础拳法的印象。 跟着我练习。 雷电组成的宋书航开始缓缓施展刚手的基础动作, 赤铜也跟着开始修炼。 大约五分钟后, 赤铜浑身颤抖, 一时从学习模式中暂时退了出来。 他刚才拳法动作有一步没跟上, 结果年轻版的先生转身就一个雷电球砸了过来, 那电流啪啪作响, 电球直接在他胸膛上爆炸开来, 差点将他电晕过去。 回想起来, 赤铜还是一身冷汗。 不远处, 宋书航原神看到赤铜被电得发麻, 心中莫名地舒畅起来, 读乐乐不如种乐乐。 以前只有他学习缘故语言时被电到抽搐, 现在终于也有人和他一样, 修炼有务实被电, 宋书航的心里一下子就平衡起来, 甚至还有种愉悦之感。 回头有机会, 请白铅为多为我准备几道超级学霸系统, 然后给吐蕃他们都安排一个。 嘿, 宋书航心中暗道, 好东西就要学会与人分享。 赤铜好不容易缓了过来, 大口地喘气, 他这辈子很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等级的剧痛。 感觉如何? 宋书航眯着眼睛笑了起来, 赤铜深深呼了口气, 忘了宋书航一眼, 点头认真回答。 果然还是现在的先生比较帅, 刚才电我的那个先生太年轻了, 没有气质。 宋书航暗暗叹气, 蠢货, 老夫问的是这件事吗? 赤铜见前辈在边上, 一本正经地火上浇油。 书航啊, 你考虑一下以后就用这个形象出京, 大书款似乎更适合你。 我现在这模样恐怕比我爸都显老, 我才不干呢。 宋书航立刻摇头, 回头他要努力修炼, 将年轻的模样变回来, 或者他手里还有几个乱灵古石, 可以尝试着服用试试, 不过暂时不急。 除了学习拳法招式外, 这个学霸系统还会指导你拳法口诀, 甚至还会引导着你, 教导你和修士有关的一品境界的知识, 月龙门的介绍。 如果你能晋升到二品, 还能从中学习到完整的刚手技能, 宋书航对赤童解释起来, 特别是拳法口诀, 因为是中文的原因, 由系统来教导会更有效率。 是, 我明白了, 谢谢先生的礼物。 赤童点头, 这个礼物似乎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样, 有了这个学霸系统, 就算是像他这样的笨蛋, 也能一步步地将基础拳法完全掌握。 先生, 果然和黑童哥哥是认识的吗? 赤童心中涌上这么一个想法。 很好, 继续努力修炼吧,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宋书航轻轻揉了揉赤童的脑袋, 赤童有点不舍, 先生要离开了? 大人总是很忙的嘛, 宋书航对他笑了笑。 嗯, 赤童点了点头。 像先生这么强大的人, 每天应该都很忙碌, 或是修炼, 或是斩杀邪灵。 在赤童的心目中, 先生的地位和形象越发高大起来。 哦, 对了, 修炼上如果有什么问题, 到时候可以问我。 学霸系统不是万能的, 有些修炼方面的小经验, 他无法教导你。 宋书航又补充道, 赤童想了想, 突然问道, 那先生, 我现在就有个问题, 能问下你吗? 哦, 会思考是件好事, 说说看有什么疑问。 宋书航道, 赤童问了一个出乎宋书航预料的问题。 先生, 死亡是什么感觉? 嗯?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宋书航低头望向赤童, 这种问题和少年的画风格格不入, 以他的性格, 总感觉他一辈子都不会去思考这种问题。 我也不知道, 但有段时间, 我经常梦到自己好像快要死了, 有时候是从高空中坠落下来, 有时候是被长矛刺透, 有时候是遇上了凶残的邪兽被一口咬住, 但是死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一无所知。 所以, 我这段时间经常会想起这个问题。 赤童认真地讲述起来, 宋书航捏着下巴思索了片刻, 赤消剑也在试着分析, 可能是这孩子现实中受到的压力和打击太大, 所以不由自主地梦到了这些事情, 甚至在他的潜意识深处可能还产生过寻死的念头。 好在他是个单纯的笨蛋, 没有往更深处去想啊。 前辈, 你研究过心理学吗? 宋书航好奇问道。 前段时间, 我在你核心世界里溜达时, 看到归道友正在认真钻研心理学, 我也跟着学了一点皮毛, 赤消剑回的。 宋书航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 归前辈突然变得会琢磨人心, 喜欢将别人的心理话给猜测出来, 原来他还苦言过心理学。 赤童眼巴巴地望着宋书航, 宋书航微微一笑。 少年, 你这个问题可算是问对人了, 说起死亡的经验, 同龄道友中没有任何一个比我更疯。 第1596集 赤童眨了眨眼睛, 总感觉提起这话题后, 先生突然变得豪气起来。 同龄道友中, 没人的死亡经验比先生更丰富? 这话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听起来就像是先生经常死掉一样。 这说起死亡的经历, 就不得不提一下我的第一次死亡, 那次也是我一辈子死亡次数最密集的时候, 虽然是不久前, 但总感觉仿佛很遥远的。 宋书航回忆起来, 赤童满眼惊叹, 先生的第一次死亡? 死亡这种事, 难道还有第二次? 第一次面临死亡时, 是面对一位强大无敌的对手, 那位大佬甚至只伸了一根手指过来, 就将我和一群的儒家前辈给碾死了。 那种绝望的感觉, 我至今无法忘记,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像蚂蚁一样被碾死, 而且是一次次地被碾死, 自己却毫无反抗之力。 那死亡的滋味, 真的是既痛苦又苦涩, 仿佛被扔入到无底的深渊, 无法挣扎, 一时模糊, 出血量超大。 这是在儒家面临液态金属球大佬时的场面, 宋书航已经记不清楚 自己当时到底死了多少次, 又复活了多少次。 比死还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惨死两次? 那比惨死两次还可怕的是什么呢? 是死循环啊! 宋书航的意识陷入到了回忆中, 而在他回忆死亡经历时, 他周身的天地灵力仿佛受到了牵引, 随着宋书航的回忆构架出了宋书航记忆中, 金连世界连环惨死的雏形。 赤销剑微微一挑, 退后了一定的距离, 收敛自身气息, 不去打扰宋书航, 也避免被卷入。 宋书航身边浮现的画面乃是七品尊者, 真实的幻象的雏形。 七品尊者们在闭关的时候一念万戒生, 各种各样的幻象会化为栩栩如生之物, 以七品尊者为中心, 构建一个梦幻的世界。 传说, 在远古灵气充沛的时候, 有强大的尊者在地底闭关千年, 他的念头在地面上形成一座巨大的城市, 城市里的居民们在其中生活, 繁衍生息和真人无益。 真实的幻象中, 一切幻象都具备真实的杀伤力, 被刀砍中了会受伤, 被雷劈了也会受到雷电伤害, 就像当初白姐妹热情的沙漠一样。 除了七品尊者外, 有些运气爆棚的六品真君, 在机缘巧合, 天时地利人和全部满足的前提下, 也会有机会提前体验真实的幻象。 宋书航今天的运气就不错, 他虽然还是五品境界, 但整体素质已经全面达到了六品境界, 他在无意中沟通了天地力量, 投影出了真实的幻象雏形。 宋书航自身都还没有察觉到 自己周身的变化, 这层真实的幻象范围极小, 只笼罩宋书航原神周身约五米的区域。 赤童正好被卷入集中, 然后他以半旁观者半经历者的角度, 体验了一次儒家金莲世界惨案。 赤童感觉自己整个人仿佛被分成了两半, 一半站在外面旁观着血腥的金莲世界, 另一半则掉入到了金莲世界中, 被那根金属手指一次次地碾伤。 死亡的感觉, 绝望, 想要寻找帮助, 仿佛掉入无底深渊。 意识模糊, 浑身无力, 剧烈的痛苦, 他都切身体验了一次。 原来,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 不过, 宋书航投影出来的还不能算是真实的幻象, 至少这层幻象还不具备真实的杀伤令。 金莲世界惨案结束后, 赤童已经汗如雨下, 整个全程他都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他觉得自己的惨叫声仿佛都被封印在喉咙, 怎么也叫不出声来。 然后, 是第二次正式死亡, 虽然我在前面儒家金莲世界死了很多遍, 但姑且算是一大次吧。 来第二次啊, 我死得比较冤, 有点懵逼, 因为那次死亡是莫名其妙的以身炼气了。 值得一提的是, 以身炼气时还是蛮痛苦的。 随着宋书航缓缓到来, 赤童又经历了一次以身炼气死法。 第三次的死亡啊, 其实我也不确定我那时候死了没有, 那次是因为我的身体处于烟雾化状态, 不是生, 也不是死。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用掉了一枚复活法器, 也不知道是不是浪费了复活法器。 好在, 后来我得到了烟雾化天赋, 算是小小的补偿吧, 这个就略过不提, 因为基本上没什么感悟。 下面的死法就比较给力了, 第四次我是自爆而死的, 浑身爆炸为血雾, 哎呀, 那种惨状, 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 整个身体都碎成雾气, 不过, 同样感悟不深, 因为那次我是睡死过去的, 算是我死法中比较轻松愉快的一次。 然后, 就是为了保护我, 我的一位前辈瞬间将我斩杀, 让我进入复活状态。 那次我瞬间被切成了整整齐齐的小块, 由于前辈的剑法精妙, 整个过程中痛苦倒不多, 但面临前辈的剑术时, 那一刹那的压力和面对死亡时的感触都是不打折扣的, 那种死亡的感觉如同印记一样被我记录下来。 随着宋书航回忆自己的死亡经历, 他身后的真实的幻象雏形被压缩成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中都蕴含着宋书航对死亡的经验和印象。 最后一次死亡是在十天前了, 是死在天结之下, 恐怖的天类一下子就将我诛灭, 那种无法抵抗的威力让我印象深刻。 我激活了自身所有的防御, 还是没能挡住那一击。 这是我第一次死在天结之下, 不过, 也会是我最后一次死在天结之下了。 宋书航沉生道, 随着宋书航回忆结束, 意识回归现世。 在他结束回忆的刹那, 身后那一层层压缩宛如地狱的, 真实的幻象瞬间崩塌, 消失不见。 在他身前, 赤童汗如雨下, 瘦小的身体仿佛随时可能倒下。 嗯? 我讲的有这么恐怖吗? 宋书航觉得疑惑。 天空中赤霄剑前辈心中暗暗吐槽。 废话, 这小子能坚持到现在都算他神经大条了, 可能是单纯的笨蛋承受能力也比较强。 赤童连声音都打着颤。 先生, 您实在太厉害了。 先生的经历简直不是人能承受的。 赤童完全无法想象, 先生的意志要强到何种程度, 才能在经历了这么多次恐怖的死亡后, 依旧弹笑风生, 没有崩溃掉。 宋书航微微一笑。 那现在, 你对死稍稍了解了一点没有? 嗯, 赤童点了点头, 他半旁观半精密地承受了一次宋书航的死亡经历, 对面临死亡时的那种绝望和无助已经深有体会。 有感想吗? 宋书航问道, 他这纯属是顺带的疑问, 因为小时候宇文老师在讲课完毕后, 总是喜欢问学生对于这篇课问, 有没有什么感想。 赤童认真地想了半天, 突然开口。 先生, 我想死一次。 宋书航一口老血梗在喉咙, 差点就喷了。 几个意思啊? 听完他对死亡的描述后, 这家伙反而想寻死了? 先生, 如果死了后还能活过来的话, 我想试着死一次。 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我感觉心脏仿佛要跳出去, 心中有种渴望的感觉。 赤童摸着自己的胸口, 态度认真。 不是任何人死了都能活过来的, 宋书航感叹, 复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凑不起复活的材料, 如果没有复活之法, 那你死了就是真正的死了。 赤童文言轻轻点头, 如果是死了没有复活手段的话, 那就是真的彻底结束了。 他还想要成为战斗法师, 然后跟哥哥一起去冒险呢? 这少年精神状态不对啊。 赤童健巧声道, 怎么感觉在经历了宋书航的真实的幻象雏形后, 他非但没有对死亡产生恐惧, 反而还对死亡产生了渴望呢? 难道是宋书航的经历成了反面教材, 让赤童心中产生了反正死了还能复活这样的错误观念? 赤童健前辈改用了传音入命。 前辈也感觉到不对了。 宋书航反问, 他听到赤童的描述后同样感觉有点不对劲。 同时, 宋书航脑海中不由想起了上次鉴定赤童时的鉴定结果。 建议重新注册新账号? 活生生的一个人又不是游戏账号? 怎么重新注册呢? 难道要将赤童塞回到母体去重新怀一次? 又或者转世投胎? 赤童, 你再描述一次对死亡的渴望是怎么回事啊? 宋书航出声问道, 嗯, 心跳加快, 然后感觉并不是很惧怕死亡。 甚至回忆起先生您死亡的画面时, 我心中有种想要和先生一起去死的冲动。 赤童诚实地回复。 抱歉, 我还不想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 宋书航道, 赤童低下头去, 不再言语。 宋书航再次伸手按在赤童头上, 催动鉴定秘方, 得到的结果却和上次一模一样, 一字未变。 可惜啊, 我的复活金币还在本体呢, 否则, 说不定可以让赤童死一遍试试啊。 宋书航脑海中突然跳出这么个念头, 我来个去, 他马上甩了甩头, 难道最近是杀队友杀上隐了不成, 见到个队友就想捅一刀吗? 这可能也是病, 要治啊。 第1597集 生命是很宝贵的, 不要轻易地想着死这件事, 相信我。 毕竟我死了这么多次, 比你经验丰富。 宋书航轻轻拍了拍赤童, 这几天你好好修炼,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望天哪, 他果然无法充当人生导师这样的角色, 毕竟他自己也还年轻, 这种辅导少年心理健康的事情, 还是交给更专业的人来解决吧。 另外, 今晚从本体到钢铁化身传来的灵感、 领悟都将积累足够, 到时他就能再点亮两到三颗小金丹, 接下来他会进行三天左右的闭关, 这段时间他却无法再元神出窍出来浪了。 是, 先生, 赤童用力点头, 这几天我一定会好好修炼, 下回先生来见我的时候, 我一定会将基础拳法掌握。 嗯, 等你彻底掌握基础拳法, 配合拳法口诀练习时, 会消耗大量的气血之力, 到时候你多吃点大补之物。 过几天我再过来时, 给你带一点脆体液和气血丹, 辅助修炼所有。 宋书航说吧, 身形缓缓消失, 和赤肖剑前辈一起离开。 赤童再次望着宋书航消失的位置, 久久不动。 半晌后,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微微皱眉, 他只要回忆起先生死亡的那些过程, 心跳就会加速起来。 我可能是生病了。 赤童想了半天, 最终得出了结论。 然后, 单细胞的他就不再考虑这个繁琐的问题, 想不通的事情就不去想了。 他的意识重新进入学霸系统,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 宋书航和赤肖剑前辈的剑铃回归赤龙洞, 赤肖剑的剑铃回归剑体。 宋书航的原神再次飘到白前辈分身的边上, 见白前辈的分身睡得正香, 于是他又忍不住手滑起来。 他想实验一下原神能不能直接施展养刀术呢? 既然原神连鉴定密法也可以直接施展, 那养刀术应该也没问题才对吧? 他真的没有其他想法, 今天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白前辈分身帮忙的, 他纯粹是好奇, 想做个实验。 正当宋书航鬼鬼祟祟伸出自己手掌的时候, 白前辈分身猛地睁开眼睛盯着宋书航。 想试一试全身灵力被封印, 从一万米高空加速坠落的感觉吗? 或者你想尝尝被扔在超辣地狱火锅中的滋味? 宋书航连忙用力摇头, 他有恐肃加恐高症, 而且他属于那种不太吃辣的人, 鸳鸯火锅他都只吃不辣的那一边。 说吧, 这次又有什么问题? 白前辈分身叹了口气, 宋书航想了半天也没想出理由, 只好诚实回答, 其实我只是纯粹地好奇, 所以想做个实验, 看看原神能不能施法来着。 白前辈分身坐直身体, 仔细打量着宋书航。 为什么短短几个月时间里, 宋书航会从淳朴的大学生变成现在这模样? 这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前辈分身感觉宋书航可能需要治疗。 下一刻, 宋书航突然感觉自己的原神不受控制, 他感觉自己就仿佛是被塞入到了洗衣桶里, 疯狂地旋转起来。 等好不容易这种旋转停止时, 他发现自己正被一双巨手夹在手掌间。 原本是人形状态的原神, 此时被揉成了一个球。 诶, 原神还有这个形态吗? 宋书航惊讶起来, 他惊讶的不是自己原神被揉成球, 而是惊讶原神竟然可以被揉成小球模样。 正思索间, 宋书航感觉自己又被扔入到了一个铃铛法器中。 无声的铃铛, 一个有趣的道家法器, 白前辈分身传音道, 他在剧烈摇动时不会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因为所有的声音都被收敛于铃铛之内。 这是一件淬炼修饰心境的法器, 可以让一些内心系比较多, 思维比较跳跃的道友, 心境得到磨练, 进入古井不波的境界, 从而, 让他们能更快地进入到闭关修炼壮大, 正适合你。 摇, 给我用力的摇, 我没说听就不要听。 白前辈分身给这枚铃铛下达了指令, 无声的铃铛忠诚地执行主人的命令, 疯狂地摇了起来, 铃铛摇动的时候没有一丝声音传出, 但被揉成球状, 塞于铃铛中的宋书航, 只感觉耳边传来一阵阵刺耳的铃声, 绵绵不绝。 这声音极有魔性, 会自动组合出宋书航最受不了的音律, 比如当年宋书航高考的时候, 每天强制起床的手机歌声, 比如他小学时每天大早将他吵醒的那个电子闹钟滴滴滴声, 又比如宋书航现在只要听到就会心跳加速的天节雷声, 这些声音既提神又有魔性, 而且这铃声直接作用于意识中无法屏蔽。 要不是宋书航现在被揉成球状, 他此时早就跪在铃铛壁上用手抓墙了。 而在这些提神又魔性的声音深处, 却有四个平静的声音不缓不慢地念着道家宝典, 那分明是少女的声音, 少年的声音, 沉稳成年男子的声音, 老者洪亮的声音。 这四道声音缓缓念着道家宝典, 令宋书航的心境缓缓平稳下来。 宋书航连忙配合着收敛心神, 趁机一口气进入状态。 一旦进入状态后, 那些刺耳的音律虽然依旧不断地在脑海中回荡着, 但对宋书航的影响却越来越小。 我不愧是道心和意志坚硬如钢铁的男人。 宋书航的元神渐渐从球状恢复过来, 盘腿而坐, 进入入定状态。 片刻后, 铃铛的响声停止。 诶, 白前辈这么快就放弃了? 宋书航心中暗道, 他一抬头便发现赤龙洞内的光线有点昏暗。 我记得我今天回来得比较早, 回来是外界还是白天吧? 已经半天过去了, 现在已经是深夜时间, 你的心境调整得差不多了吧。 赤霄剑前辈的声音响起, 宋书航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这就半天了? 在铃铛中的他感觉只过了片刻, 这就是洞中一日外界千年的感觉? 宋书航元神抓了抓头, 回归到分身体内。 下一刻, 他感觉来自钢铁分身和本体的点睛灵感一口气爆发出来, 他的意识进入到小金丹空间中。 第一小金丹依旧是永不陷落的圣城, 第六小金丹机械核心反应炉同时闪闪发亮, 等待着点睛的一笔。 第一千五百九十八集 我现在可以进行点睛吗? 宋书航睁开眼睛出声问道, 从闭关开始, 已经过去了三天时间, 你总共也只有三十天的时间来冲击六品境界。 赤霄见前辈道, 别浪费时间了, 别人五金六只需要点一颗金丹即可, 你硬生生地折腾出七颗小金丹, 再加上本命金丹共八颗, 再拖下去, 你的本体就等死吧。 巴扎黑, 少年啊, 成为神话吧。 造化仙子唱了起来,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在想, 点睛前要不要烧住香傻的图个吉利呢? 宋书航望了眼远处飘着的白前辈分身, 脑海中不由想起羽柔子初次见到白前辈时的场景。 白前辈, 可灵了, 当时一本正经烧香的羽柔子姑娘是这么说的, 赤肖剑在办公中打了个旋, 没有出声。 宋书航身后, 造化仙子开始轻轻地吟唱起来, 他在使用远古语言, 低声唱着宋书航听不懂的旋律。 谢谢仙子。 宋书航真诚道谢, 造化仙子的歌声可是肚结的一大力气, 同时也能让人心灵宁静, 增强灵感, 然后他双手合十, 默默祈祷。 祈祷完毕后, 他的意识再次出现于小金丹之内。 第一小金丹的点睛之笔, 在暗图圣城崩溃后, 那毁灭万物的巨人的右眼处。 随着宋书航的心念转动, 依旧是永不陷落的圣城转换到隐藏的暗图模式。 暗图上, 巨人的右眼处一片空白, 宋书航伸出手指, 心头涌上从本体那里传来的一阵阵感悟, 同时耳畔不时地传来造化仙子的天籁歌声辅助。 现在, 他灵力状态饱满, 精神充足, 状态正将。 这一笔将蕴含着敌人的概念, 使得破坏了圣城的强大敌人。 宋书航伸手, 点向巨人的右眼, 一直点出, 带出金丹的力量化为最后一滴炎料。 这滴炎料落在巨人的眼眶中, 就像是墨汁落入水中, 扩散开来, 构成巨人的瞳孔。 而在巨人的瞳孔中, 映照出一尊模糊的身影。 这道身影, 记忆蕴含着敌人这个概念。 随着点睛支笔的凝结, 第一小金丹一跃化为琉璃金丹。 宋书航的灵力, 神识强度, 体质再次全面提升, 圣缘和儒家书典数量再加一。 把斗生成永不陷落。 在他点睛完成的刹那, 从那毁灭巨人身上隐约发出一个沉闷的吼叫声。 第一小金丹比其余六枚小金丹更加特殊。 它是唯一一颗由宋书航的本命金丹孕育而生的金丹。 随着它化为琉璃金丹, 便有一种力量反馈到本命金丹之上。 本命金丹似乎受到了刺激, 微微动了一下。 宋书航心中一动, 马上将意识切换到本命金丹位置。 不过, 本命金丹已经结束了振动, 重新移动不动地趴在丹田位置。 宋书航的意识离开本命丹田。 话说, 我的分身金丹构图点击完成后, 本体那边能同步过去吗? 他心中暗道, 也不知道坤娜女士要怎么操作呢? 或许是自己还不够吗? 宋书航的意识又重新进入到核心反应炉的位置。 核心反应炉金丹构图, 创造和毁灭之星, 属于不规则矿矿的四格漫画。 他缺少的最后一点同样是敌人, 被艰星法器集火的对象。 比起毁灭巨人缺少的眼睛来, 被艰星法器集火的对象体积要更大, 不是单纯的一点可以完成。 宋书航提起手指, 心中传来从钢铁化身那里涌来的共鸣之感。 也不知道钢铁化身在天地手中 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 但从他不时还能传送一些感悟和灵感来看, 他至少还活着。 宋书航在被集火的位置 用力画了一个大圆圈, 力道十足。 金丹构图的染料仿佛泼洒在纸上的墨汁扩散开来, 形成一团扭曲的阴影。 这团扭曲的阴影同样蕴含着敌人的概念, 而且还蕴含着庞大小行星级别的概念, 这是需要催动艰星法器进行打击摧毁的敌人。 点睛之笔一气呵成, 第五小金丹核心反应炉化为琉璃之色。 随后,宋书航的灵力、神识强度、体质、 又一次全面提升, 圣缘和儒家书典数量再加一, 达到了三十五的数量。 但这一次, 核心反应炉的进化没有为本命金丹带来刺激。 看样子果然是因为第一金丹太过于特殊的原因。 宋书航心中暗道, 一口气将第一第五金丹点化为琉璃金丹后, 宋书航并没有打算结束, 他的意识又沉入第二小金丹七彩妖丹那为世界带来中焉的圣剑构图之前。 这张金丹构图缺少得同样是最终的boss图案, 和第一第五小金丹有共通之处。 凭着前面两颗金丹的感悟累积, 或许这颗小金丹的点睛之笔, 我也能一口气点上。 宋书航的意识落在七彩妖丹之前, 他伸出手指僵了半声, 却点不下去。 虽然同样是缺少最终boss, 但这张金丹构图描绘的角度和一五金丹不同。 这张金丹构图上手持中焉圣剑的主角是站在九优世界这一侧, 和诸天万戒为敌。 角色所处的阵营不同, 那对敌人的概念也不同, 画出的最终boss就会有差别。 哎呀, 烧脑筋了, 宋书航轻叹, 现在他只差第二、第三、第四三颗小金丹的点睛之笔了。 第三小金丹功德金钻上的圣人金丹构图已经有了头绪, 点睛的契机在赤童身上。 第四小金丹血魔王族核心上的碧水阁构图虽然没头绪, 但有线索, 应该是从楚歌主或是楚歌主兔身上寻找契机, 到时他或许要回县世一趟连接核心世界, 可能还得去九幽世界一趟寻找楚歌主兔。 难道真要跳过第二小金丹, 先去点后面的两颗金丹吗? 宋书航抓了抓头, 机缘这种东西果然是强求不来的, 宋书航的意识从小丹田中退出。 不错, 在我见过的修士中, 点睛一笔点得这么利落的, 你可以排入前五十。 齿小剑前辈一直在关注着宋书航的状态, 给出了自己中肯的评价。 谢谢前辈为我护访, 宋书航笑着顺手送上一发仰刀术。 如此可娇艳, 齿小剑前辈非常满意。 宋书航放下齿小剑, 踏着黑帘来到白前辈分身边上, 试着问道, 白前辈, 你能帮忙连线一下白兔前辈不? 第1599集 累, 好的, 白前辈分身简略开口, 语言是门艺术, 简洁还能让人听得懂, 其实并不容易。 宋书航闻言, 他的王之右手顿时本能地蠢蠢欲动起来。 白前辈, 要不要来一发大宝, 养神术滴滴神呢? 白前辈分身默不作声, 心装暗想。 养神术你个头啊, 我知道这是养剑术的变种养刀术好吗? 你敢对我使用的吗? 信不信我将你送入到三浪上次经过的迟钝秘境中? 而且这次连无线网络都不给你们看一看。 不行了, 光是动动脑子想想就感觉好累啊, 所以, 无事等。 白前辈分身又缓缓地合上了眼睛。 宋书航见白前辈又要睡过去了, 右手便不受控制地手滑起来, 颤抖着身向白前辈。 下方的赤肖剑前辈暗暗叹气。 唉, 这话不行了, 彻底是没救。 赶紧联系九州一号去的那位焦把小友, 定海底牧场吧。 听说最近买一个目的豪宅还送个小车位呢。 好在, 比起狂刀三浪前辈来, 宋书航唯一的优点就是有时候能控制自己作死的本能。 在即将手滑将仰刀树发出去前, 宋书航突然灵机移动。 他停下了作死的动作, 然后身形轻轻一跃, 身体反转过来, 头下脚上在虚空中进行踏步动作。 随着他手掌在虚空中移动, 一朵漂亮的黑色莲花凝聚出来, 拖住他的手掌, 步步生莲。 唉, 就是这个。 宋书航黑黑一笑。 然后他有意识地控制这个步步生莲异能, 另一只手再往前踏步, 一朵更巨大的黑色莲花凝聚出来。 而且在宋书航的意念控制下, 这朵新生的莲花没有马上消散, 而是一直维持着莲花的模式。 宋书航又尝试着往黑莲中灌入灵力, 有了灵力的支持, 这朵黑莲至少能撑个一天左右。 成功了! 宋书航哈哈一笑, 为自己的机智点赞。 他伸手在莲花上按了按, 莲花非常的柔软, 其上还有一阵强大的福利, 一朵小小的莲花就能轻易地拖起宋书航身体的重量。 黑莲上还泛着淡淡的香味。 宋书航微微一笑, 举起这朵大黑莲来到白前辈分身的头部位置, 将黑莲塞了进去充当枕头。 柔软, 有福利, 还香喷喷的枕头, 搞定了! 赤霄见前辈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了。 白前辈分身舒服地调整头部的位置, 脸上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他就缺个枕头。 怎么样, 白前辈? 宋书航问道, 嗯, 好, 白前辈分身依旧闭着眼睛, 宋书航趁热打铁。 这样的黑莲枕头, 我可以每天为白前辈制作一个出来, 所以, 白前辈帮我联系下白兔前辈? 嗯, 如此可教也, 白前辈分身又调整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继续闭关, 原神出窍, 我送你去本体呢。 成了? 宋书航赶紧回到打坐的位置, 盘腿而坐, 随后原神出窍。 白前辈分身随手一点, 点在宋书航的原神上。 下一刻, 有一柄一次性飞剑破小黑屋板出现在宋书航的原神边上, 将它卷住, 吸引一下, 往前方窜去。 黑龙世界和古幽世界间, 使用普通的空间力量可闯不进去, 必须要使用灾难去归一族的天赋空间力量。 谢谢白前辈。 宋书航的原神话音刚落, 一次性的飞剑已经使用秘法刺开空间顿入其中。 在消失前, 宋书航的眼角余光突然看到造化仙子正鬼鬼祟祟的起身, 来到白前辈分身的枕头下方, 悄悄地张开小嘴。 宋书航不由猜测起来, 看样子, 他不会是想啃了白前辈的黑莲枕头吧? 造化仙子, 你别做死啊! 这黑莲和蛇栈莲花产生的黑莲可不是一个品种, 别看到莲花就想啃啊! 你要是真想吃莲花的话, 等我回来, 想吃多少都可以的! 但他还来不及提醒造化仙子, 身形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当疑似性飞剑破小黑屋板, 带着宋书航重新出现时, 已经进入到了古幽世界。 我说,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进入古幽世界啊, 我只是想要和白前辈兔心心远程聊天取点经验, 看看能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点启发, 好点亮我的第二颗小金丹呢? 怎么到最后, 变成我的原神被送入古幽世界了? 宋书航原神一脸懵逼地停顿在一次性飞剑上。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他不想进入古幽世界, 因为他彻底地将古幽世界的大佬 古幽混沌意志集合体给得罪过, 还被对方在腰部捅了一枪。 现在, 他的原神进入古幽世界, 不就等于是羊入虎口, 还是他自己送上门的吗? 实则生变, 白前辈和白前辈兔在哪? 必须快点和这两位白前辈会合啊。 正当宋书航这么想着的时候, 远处的虚空中, 有一头赤红色的身影, 凭空凝聚, 成形。 宋书航的原神嘴角抽搐, 那赤红色的身影, 全身仿佛是由岩浆组成的, 隐约可以看出是女子的形态。 他现身的瞬间, 整个古幽世界都在振斗。 他在古幽世界的地位, 就等同于白心被吐, 以及胖球大佬在九幽世界的地位。 只要现身, 古幽世界就会为他造势。 古幽混沌意志集合体, 萨爽登场了! 岩浆为甲, 邪能为一, 烈焰化为他的群甲, 更有古幽的法则在他手中凝聚为长枪。 宋书航的腰部不由一阵阵抽痛起来。 鹰骨之枪, 一枪击出逆转鹰骨, 将所有防守闪避的鹰全部击碎, 只留下扎中目标的骨。 有我, 这里是骨幽是他的地盘, 所以我一现身马上就被他感应到了。 白前辈, 白前辈兔! 宋书航大叫起来。 再叫我一声白兔, 我弄死你。 白前辈兔的声音在宋书航原神身后 响起。 你怎么原神跑到骨幽世界来了? 太危险了。 白前辈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宋书航顿时心中大定, 稳了。 我来骨幽世界是想要向白前辈, 向九幽白前辈请教一个问题,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对面那个女子, 她是骨幽的混沌意志集合体, 我曾经不小心怼过她呀。 宋书航甘笑出声, 白前辈兔挑了挑眉。 你每次怼人的时候, 都不看看对方的等级吗? 你能活到现在, 真是奇迹。 长眼睛的星球, 胖球那货, 还有被胖球抓走研究的 十巨人长生者, 记得曾经还有个远古天庭, 双手长满眼睛的长生者, 这些还只是她知道的几位, 她敢肯定, 宋书航怼过的肯定不止上面几位。 宋书航怼大佬的天赋不错嘛。 唉, 所以, 我在接二连三, 接三连四, 接四连五地死个不停啊。 宋书航长长地叹了口气, 而且, 每次也不是我想怼大佬, 都是莫名其妙地就怼上了。 白前辈出言劝谨, 下回注意一点, 别太莽撞, 我记得以前的你是很谨慎的。 接下来, 我一定会当个安静的美男子, 好好闭关修炼不惹事的。 宋书航立即暴政。 来了, 白前被吐到, 对面, 那谷幽混沌意志集合体凝聚成形, 随后的身形闪烁, 穿过空间, 直接伸手抓向宋书航的元神, 口中焦急叫道。 和我合体。 白前辈身边, 流星剑自主轻轻挥动起来, 带着新剑翘的流星剑, 划出一片剑木, 将那只抓向宋书航元神的手给挡住。 为什么他会想要和宋书航合体? 白前辈吐觉得好奇。 我也不知道啊, 一开始见面时他准备弄死我, 在我腰上捅了一枪, 但他将我的分身抓回去后, 就突然改变了主意, 想要和我的身体合体。 我感觉, 可能是我拥有某种特殊体质, 他在窥视我的身体吧。 宋书航也觉得无奈, 白前辈忘了宋书航一眼。 如果他思维正常的话, 就不会去窥视你的肉身。 它是古幽混沌意志集合体, 属于九幽测, 而你的肉身具有大功德, 功德护体, 又修儒家金刚身, 正气脆体, 还以佛家拳法主击。 另外, 你还修炼过西方的圣光系力量,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聚集在一起, 它得有多想不开, 才会谋夺你的肉身呢。 诶, 那白前辈兔你和我接触时, 会不会很难受啊? 宋书航突发奇想, 他话音刚落, 白前辈兔已经将他的原神摄取过去, 揉成了小球。 只要你不放圣光的话, 对我倒没影响, 但最近你太跳了, 让我很难受。 宋书航欲哭无泪, 而同一时间, 古幽意志集合体的身影, 正好从宋书航原神原本的位置掠过。 把他给我。 古幽混沌意志集合体, 盯着两位白前辈, 焦急大叫。 他能感应到, 对面这两人不好对付。 你为什么想要他? 白前辈兔问道, 他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古幽混沌意志沉生道, 宋书航满心疑惑, 姐姐, 我什么时候和你是一体的? 我想, 你一定是搞错了, 白前辈语气平静,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和你一体的事, 更无从说起。 第1600集 不会有错, 古幽混沌意志语气坚定。 你这么说的话, 我反而能确定你肯定认错人了。 宋书航微微一笑, 肯定的,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所说的合体对象, 一定是送木头的锅, 对不对? 白前辈, 请让我恢复原状。 他曾经被很多位大佬认错, 被很多位远古大佬误解, 还被远古大佬们拍飞过好几次, 但最后的事实证明, 这些大佬都认错人了, 错的不是他, 一切都是送木头的错。 白前辈兔松手, 被揉成球的宋书航原神恢复原状。 很遗憾, 我不是送木头, 你仔细看, 我和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宋书航语气诚恳, 那些大佬也都只是第一眼看错, 但只要认真再看片刻, 就能马上将他和送木头区分开来, 这说明他和送木头之间,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 我不管你说的送木头是谁, 但反正你是我的, 真的没时间了。 古幽混沌意志发怒, 两位若想阻止我, 就别怪我不客气, 这里是古幽, 是我的地。 随着他的怒意, 古幽世界沸腾起来, 地面上的邪能翻腾起来, 掀起一阵阵巨浪, 整个古幽世界的力量都在发呢, 他要以整个古幽世界的力量, 横扫他面前的一切阻碍, 但是, 他话才说到一半, 只见对面那位黑色打扮的男子, 轻轻挥了挥手, 下一刻, 整个狂暴的古幽世界突然风平浪静, 那些邪能乖巧的沉浮平静下来, 只有世界深处还有一些邪能在狂暴翻腾, 但却无法掀起大浪, 古幽混沌意志愣住了, 他心中产生一种错觉, 这位黑衣男子和他一样, 也是古幽的意志集合体, 也是古幽的主宰, 双方拥有几乎相同的群线, 你成功了, 古幽混沌意志突然惊慌开口, 白仙卑兔没有作声, 只是望向对方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审视的味道, 古幽混沌意志发狂大叫, 他已经成功了, 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 若是古幽的权柄被他夺走, 我们就彻底要结束了, 快和我合体, 这样我们还有机会, 快清醒过来, 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白仙被吐到, 白仙被关注到他话中的重点, 有人想夺取这个古幽世界的主宰者权限, 这种事情也能办到,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这样的特殊存在, 只要我不出九幽, 就没有任何人能将我的权限夺走, 就算胖球诞生, 也只是和我共享主宰者的权限, 白仙被吐到, 但是这个古幽世界毕竟不是九幽, 而且只是上一个世界的碎片, 可能法则上会有漏洞, 和现在的九幽世界会有所区别, 有人来了, 白仙被吐, 在古幽混沌意志集合体的身后, 突然有一道黑色影子凝聚成形, 那飞暗的影子举手, 身体化为一根魔神柱, 朝着古幽混沌意志镇压下来, 轰的一响, 魔神柱轰落, 古幽混沌意志躲避不及, 准确来说, 是他在准备躲避前的瞬间, 却仿佛被定身了一样, 被定身的时间只是刹那, 却足够魔神柱轰落, 古幽混沌意志有一部分直接被魔神柱镇压, 余下的部分被轰得四分五裂, 分裂的混沌意志凝聚为五个小一号的混沌意志集合体, 五个混沌意志集合体发出怒吼, 极其挥手, 整个古幽世界的力量暴走, 席向那根魔神柱要将它吞噬, 但是,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整个翻腾的古幽世界又停顿了一个刹那, 巨大的魔神柱挥舞, 将五个古幽混沌意志砸得更碎, 这魔神柱对古幽混沌意志仿佛有克制效果, 被砸成更碎小形态的古幽意志中, 有一个转头望了送书行一眼, 随后他突然伸手一掷, 将手中小了数十倍的因果枪朝着送书行射来, 白血被吐躯指一弹, 叮的一声, 因果枪被弹断, 碎成两截, 一截直接消失, 化为古幽世界的邪能, 另一截旋转着插在宋书行原神面前, 宋书行原神伸出手指, 小心翼翼点在枪肩上, 鉴定秘法施展出来, 远在赤龙洞的分身远尘刷卡支付代价, 随后, 鉴定的结果出现在宋书行的脑海中, 因果枪碎片, 古幽混沌意志以法则具现化出来的神兵, 拥有牵引因果之力, 使用正确的方法可以引导出他的力量, 由于是碎片, 他还能被使用一次, 原神的手指尖也没有出现伤害, 这半截枪身已经不具备伤害力, 好像是个好东西啊, 宋书行伸手抓起这截枪身, 怎么说也是神兵碎片, 又正好是枪的形态, 赤童似乎就想要用长矛, 这东西若是改造一下, 能不能打造出一柄不错的长矛来呢? 白仙被疑惑出声, 赤童是谁? 你最近不是在避死关吗? 哦, 是黑童十三时的弟弟, 我在闭关的过程中心有所感, 原神出窍去了结了和他之间的因果, 宋书行轻轻地叹了口气, 白仙被暗暗吐槽, 你是不是对避死关这个词有所误解? 而这时, 古幽的混沌意志被打散, 它干脆全部消散开来, 融入到古幽世界消失不见, 它是古幽意志的集合体, 它可以存在于古幽世界的任何地方, 只要给它一点时间又能重新凝聚, 远处, 那根魔神柱重新化为人形, 全身被黑雾笼罩, 它又遥遥盯着两位白以及宋书行, 最终, 它的目光落在宋书行手上的半截因果枪上, 宋书行急忙将半截因果枪扛在背上, 这东西是它的战利品了, 对面的魔神柱身影缓缓下沉, 消失不见, 似乎是对两位白前辈有所顾忌, 就是这位大佬在夺取古幽的权限吗? 宋书行问道, 这位大佬看起来甚屌, 他的魔神柱对古幽混沌意志拥有完全的克制力, 在古幽世界竟然还吊打古幽混沌意志, 这得强悍到什么程度啊? 白前辈兔点头, 应该错不了, 这是一尊长生者境界的存在, 而且不是普通的长生者。 圣人那个层次吗? 宋书行问道, 恐怕只差一线, 白前辈兔出声道, 我更想知道, 那个古幽混沌意志, 为什么会认为宋书行和他是一体的? 白前辈妄向宋书行? 你这几天干了什么? 也没干啥啊, 就是不小心怼了古幽混沌意志。 哦, 对了, 我的钢铁化身还卷入到了一个奇怪的太阳传仪式, 化身为小太阳, 不过我还没爽几天, 天地出现了, 它附身于宇柔子的灵鬼上, 强行夺走了我的钢铁化身和小太阳。 诶, 我被误认会不会和这个因素有关? 或许, 太阳传的原主人星国公主和古幽混沌意志之间有关系? 宋书行猜测的, 白前辈兔默默点头, 嗯, 对世界级boss, 宋书行真是专业的。 接着, 我还被卷入到了吃瓜圣君的八进九天节, 现在我的本体还在那被雷劈呢, 我必须要在三十天内近身六品将我的本体给吸出来。 宋书行一脸苦逼, 说着他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 然后他传音入密道, 我还和一世黑龙世界龙络一致定了盟有关系, 或许我被误认和这事也有关系, 毕竟如果要说合体的话, 谷游一致要合体的对象应该是龙络一致。 不需要用传音的方式, 有我在, 没有任何人能听到看到我们在交流什么, 白心被吐的。 新国的公主和太阳传仪式, 和黑龙世界龙络的盟友契约, 这两者是你被误认的最大可能。 总之, 最近你别跑到谷游世界了, 等我们回去找你。 白前辈道, 宋书航用力点头, 要不是操作失误, 他绝对不会要来谷游的。 你这次来找我们有事, 白前辈又问道, 啊, 是的, 差点忘记了正事, 我的第二颗小金丹的金丹构图, 还差一个最终boss, 但是我缺少灵感, 所以想来找白心被吐, 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宋书航道, 下一刻, 宋书航又被揉成囚了。 你的第二张金丹构图我看过了, 但那画风和我不同, 我虽然是九幽主宰, 但我从来没有和诸天万戒正面怼过, 我在成道之前, 人缘极好, 诸天万戒遍地都是我的朋友, 所以, 画面上这种被诸天万戒围攻的事情, 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反倒是胖球, 蛮符合你金丹构图的画风, 要不我们回县市后, 一起去找胖球麻烦去。 白先辈兔提, 谢谢白先辈, 但不用了, 我想尽量地活得久一点。 宋书航委婉地拒一拒, 那白先辈, 既然如此的话, 就送我回去吧, 我再另想他吧。 白先辈寄出一柄一次性飞剑破晓黑屋板, 轻轻一点, 飞剑落在球状宋书航元神的身下。 对了, 白先辈突然想到一件事, 你那张二维码金丹构图又是怎么样的, 上次得到这消息时, 他就想亲眼见见宋书航的二维码金丹。 哦, 差点忘记这事了, 白先辈你们正好可以试试, 能不能加我为好友? 宋书航说吧, 将二维码金丹构图投影出来。 两位白先辈没有接入功德网络和黑龙网络, 他们能不能加自己为好友呢? 不看二维码金丹构图 사실,